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看的是土序强症过后已经三个星期了 这时候在瓦砾堆当中 有一匹活马依旧展现了强韧的生命力 土耳其灾区余震频传 在受困21天的一匹土耳其马竟然存活 而且他自己爬上了大概一层楼高的瓦砾堆 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现在坚持 5月要如期举办大选 各界看法是 他会用各种手法干预选举寻求连任 不过土耳其民怨冲天 他的民意支持度已经到了谷底 结果难料 恐怕又会有一场政治动荡 另外灾区当中的灾区叙利亚 联合国的救援车队到了 初步估计全叙利亚有370万名儿童 等于整个叙利亚的下一代 现在没有基本的饮食 饮水也没有地方住 重机去开挖废墟前一刻才发现马房没塌 土耳其阿德亚曼省在大战后21天再现奇迹 受困三周的宗马还能自己走上一层楼高的瓦力堆 老爷爷和五个月大的小孙女一起被埋在哈泰省瓦力堆下两天半 小女娃的哭声让两人获救 之后她马上被送到安卡拉治疗 老爷爷茫然等待 终于得到通知 赶去安卡拉接回孙女 大家族也只剩下祖孙俩了 老爷爷失去亲人又已年迈 政府补偿金或许能领得稍多稍久一些 但土耳其南部更多青壮年的地震幸存者未来就相当堪忧 好手好脚 但是工作在哪 三月以来土耳其仅又发生两次规模五以上地震 最新一次是台北时间三月三日早上十点五十三分 两期浅层渝震把至少二十九栋围楼震倒 再酿一死一百一十伤 世界银行预估土耳其灾损大约已达三百四十亿美元 罹难人数超过四万五千人 在国家遭遇大难后三个月要如期举行大选 埃尔多安掌权超过二十年 有美国智库认为 他将持续最近六七年的整肃一级手段 大规模逮捕与控制媒体 让自己胜选 但路透社访问金融专家则认为 埃尔多安选情不乐观 主因是他一手主导的将席旧通膨政策 彻底失败 就算没有地震 土耳其民众日子都很难过 独裁强势的埃尔多安在乌俄开战后 抓紧与俄国总统普京的交情 拒绝制裁谴责俄罗斯 还请抓地缘优势促成黑海粮食协议 埃尔多安看来左右逢源 但民意不挺 西方盟国尤其北约也对他深感怀疑 因库德族问题旗舰太大 埃尔多安半年来始终强势反对 芬兰瑞典入北约 土耳其也已是欧盟成员候选国 一等至今二十年 看来要继续等下去 进不了欧盟 还与土耳其国内人权纪录部章有关 只是如今最大经济伙伴是俄罗斯 土耳其这个名义上的北约成员国 未来会倒向哪边 货币重点 外资出逃 埃尔多安若要押注在普京身上 势必会遭美国主导的商业势力排挤 经济拉不起来 民意已到谷底 埃尔多安在大选中的得票 可能有做票都做不起来的鸿沟 地震灾后 土耳其直坠成急需国际援助的国家 不过埃尔多安的声望 应该仍优于邻国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灾后他一度阻挡救援车队 进入叛军控制区 如今联合国物资抵达 叙利亚西北部以南晚灾情 罹难人数至少6000 联合国支援建立供水站 发放饮食 清真四汉学校都变成难民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 若无法保证干净饮用水 这里极可能爆发祸乱 戒疮等各种传染病 370万叙利亚儿童 在大地震后 生活更加困难 至少需要1727亿美元的经费 才能维持叙利亚 下一代孩子们的生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通知小铃铛 中心